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思妍很迷信夏小兰的指挥能解决一切事 成敏是自己考了一回大学 不过上了个普通的本科 自己都能感受到高考有多难 在全国高考探花 华清学霸面前 成敏也老实地向之安蠢 夏小兰领着他们逛了半天街 又在街边小摊上吃了东西 顾思妍和夏小兰更熟悉一些 才由她打开了话匣子 把不小心偷听的话简单说了一遍 顾思妍也挺忐忑 小兰姐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虽然二姨说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顾思妍还是想替周姨遮遮丑的 夏小兰提笑皆非 我早就知道了 你俩不好好上学 怎么关起了这件事啊 顾思妍和成敏同时啊了一声 啊 我们一直不知道呀 不是想管闲事 我们就是担心周姨姐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她是不是被人骗了 被骗是毋庸置疑的 袁家人的心思都写在了脸上 只有陷入爱情中的周姨看不清 周姨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爱情使人盲目 夏小兰是不知道该怎么对顾思妍成敏说 和她这个刷新期的老黄瓜比 这俩真是水灵灵的小姑娘 她们不是恶意来说周姨的八卦 而是关心周姨 带着天真的想法 想帮助周姨 这种纯真的感情 让夏小兰感动 也是无奈 连长辈都打不行骂不行 换了两个小姑娘去 又能对周姨有触动吗 周姨两句话 就能把两个表妹打发掉 恼羞成怒再骂两人几句也说不定啊 毕竟现在的周姨 不能以正常人的想法去衡量 夏小兰觉得 这俩小姑娘还是别汤浑水好 她呢 就是被骗了 也是她自己愿意的 周姨姐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是她自己选的 你们劝不了她 这么说吧 这世上被男人骗的女同志不少 难道个个都那么傻 一点都察觉不到吗 肯定有人知道自己被骗 但投入了太多感情 不愿意撤退 或者就喜欢甜言蜜语 又或者喜欢自我感动 你们觉得周姨姐是哪种 这么难的题 完全是超纲了呀 顾思颜和成敏也很挫败 是啊 要是能劝周姨姐别犯糊涂 家里的长辈肯定尝试过各种方法了 小兰姐 我们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让你为难 有什么麻不麻烦的 我就是劝你们别去 你们平时要是有空 随时都能来找我逛逛街 走 我带你俩买东西去 成敏今年考上大学 我也没在京城 也没给你送个什么礼物 思颜呢 也念高一了 你俩呀 一定要收下我这迟到的恭喜 成敏这大一都快念一半了 夏小兰看见她 才想起来这事 夏小兰一整个暑假都待在鹏城 当时满脑子都是买地皮的想法 也没空去想这些细枝末节 成敏和顾思颜都不去 顾思颜喝水都呛着了 啊 小兰姐 你给表姐买吧 我只是念个高中而已 要什么礼物啊 夏小兰大手一挥 好了 我绝不干厚此薄笔的事 你俩都有 走吧 好羞耻啊 好像特意跑来找未来表嫂 要礼物一样 但成敏和顾思颜 又拧不过夏小兰 顾思颜傻乎乎地 看夏小兰付钱 夏小兰还笑 没事 等你以后工作赚了钱 也给我买呗 顾思颜和成敏都猛点头 未来表嫂好有钱的 拉着两人去百货大楼 给他俩挑了两只一模一样的手表 顾思颜一边担心回去 会不会被他妈妈骂 一边又看着手腕上的表 爱不是手 夏小兰走在前面 忽然疑了一声 小兰姐 怎么了 夏小兰指着前面的一个背影 真是不能背后说人啊 你们刚才还说要劝周怡 前面那个男的 就是你们未来的姐夫了 京城这么大 居然在这里遇到袁翰 顾思颜像个小炮仗 真想冲上去打爆袁翰的狗头 夏小兰拉住他 你别急 我看他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想做什么 你们俩 想不想跟上去看看 这时候还是下午 夏小兰也是临时决定 带顾思颜和成敏 到这一块来购物 碰见袁翰 应该是巧合 袁翰这时候 不是该费心准备周家要求的结婚物件吗 不管是租房子 还是买家具家店 也不至于大白天就鬼鬼祟祟的 尽管觉得没啥危险 夏小兰还是再三叮嘱顾思颜和成敏 你们俩跟在我身后啊 我说跑就赶紧分开跑 不许发出声音 能不能办到 成敏和顾思颜都想去 自然全听夏小兰的 夏小兰带着两人慢慢跟上去 袁翰是靠双脚走路 也走得不快 没把三人拉开多远的距离 袁翰七拐八拐地 走到了一家卖纸笔的铺子 他心不在焉 也没察觉到自己被跟踪 夏小兰看鞋对面 有家卖炉煮的 带着两个表妹找个位置坐下 辛苦你俩了 再吃一顿 吃东西哪有辛苦的呀 虽然不久前刚吃过 也逛街消耗了体力嘛 顾思颜和成敏的年纪 新陈代谢是特别快 街对面 袁翰将一个包 递给纸笔铺的老板 两人凑在一起交谈了什么 袁翰就跟着对方进了后院 卢主店的老板端东西上来 看三个姑娘盯着对面目不转睛地看 夏小兰长得惊艳 顾思颜和成敏也挺清秀 坐在一起就赏心悦目嘛 老板忍不住就想显摆一下 你们是跟那个男同志来的吧 好奇他今天做什么 夏小兰很懂这套路 马上给老板捧跟 老板 门对门的开店 肯定瞒不过您的眼睛 您要是知道 就提点我们几句行不行 老板略带得意 又故作神秘 压低声音 对面是收破烂的 就是那些就书画 就罐子 就罐子 就盆子 以及破丝旧 要烧掉杂掉的东西 现在都是古董呢 这两年 我看不少人在对面 进进出出的 肯定是把之前藏起来的旧东西 拿来卖钱卤 收古董的铺子 所以原还来卖古董 凑钱结婚 这个诚意 着实出乎夏小兰的意料啊 夏小兰又和老板聊了几句 就见袁翰提着包 气呼呼地跑出来 执笔铺的老板在后面追 同志 价钱可以再商量 你回来我们细说 那老板硬把袁翰拽了进去 反正看袁翰的样子 也舍不得离开 不过是虚张声势 要和老板熬价 又乖乖跟着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